HELLO 我們今天要來吃晴空塔30樓的序序院 我非常喜歡他們的商業午餐 我覺得CP值超高的 那今天呢要來吃他們的晚餐 那晚餐在這邊就會有夜景可以看 所以我覺得以晚餐價位來說 然後夜景可以看其實還不錯 那等一下呢我們進去的時候 會先是大概天亮的時候 然後現在時間大概是6點 我們大概可以吃到可能7點8點 那天色就暗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要來吃晚餐的話 非常推薦可以預訂6點的時間 白天的這個view跟晚上的view都一起看到 OK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我們準備好幾個塊 對面就好幾個塊 然後我們一起吃飯 對面的第一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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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的西口出口 走路出来大概两分钟就到了 我们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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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吃完了 我脸好红哦 但是我觉得吃完之后 我觉得六哥先这个吃到饱的分量 真的还是比较适合食量大的人 因为我跟我朋友 两个人都食量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就只能点 我们真的很想很想吃的 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很隔膜 它的肉质 跟它的油脂分布 都非常的 就是刚刚好 然后吃了也不会太腻 因为它每一块都那个 如果想要吃的精致的话 还是非常推荐 去续远 它的分量啊 或者是它的 摆盘精致的程度 然后 六哥先就是适合 想要吃非常非常饱的时候 可以来吃 但当然 因为我们今天吃的是 五间套餐 那也是日币的 九千八 然后我们点的是 雪之宴的套餐 那最后呢 它也会附上 甜点跟热茶 让整个用餐体验 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尾 对 那以上就是 我们这次 再吃六哥先的 新的感想